接下来有请产品部的Alita为我们带来爱多美中国产品上市计划 大家好,我是Alita 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分享未来上市的计划 相信坐在屏幕前的你已经按耐不住非常激动了 自从商城开放以来 我们收获了会员们的喜爱和期待 我们产品部也在马不停蹄的给大家准备后续上市的产品 因为产品上市需要经过很多的环节 会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的影响 所以下面讲述的产品上市的日期是参考日期 不出意外的话,如期上市 如果遇到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 我们也会继续持续为上市产品而努力 加快我们的速度,让产品早一点来到大家的面前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赶快了解一下吧 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下一个月 9月即将上市的产品 9月整月我们会有三个系列的产品上市 我来一一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那第一个就是爱多美的牙刷 就是我们常说的疫苗牙刷 不到一秒就销售出去的爱多美牙刷 终于要上市了 前期由于疫情阻碍了韩国的技术人员到达中国 影响了我们产品上市的时间 那8月我们的技术人员终于来到中国了 目前正在积极的筹备牙刷产品的生产 快让我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牙刷吧 那我们不止一次的听到会长说到了 当初为了找这款好牙刷 会长本人亲测产品的清洁力度以及使用感 当时会长为了比较哪款牙刷的品质最好 曾经买了数十支的牙刷 一天内刷十次牙 可想而知啊 最后导致我们会长的牙龈肿痛等症状 那大家呢有机会也可以将我们的刷毛 刷在手背上清刷一下来清测 你会发现有的牙刷的刷毛非常的尖锐 这样的牙刷绝对不能使用 因为一般的牙刷刷毛都是由工业用塑料制成的 所以质地非常的尖锐易碎 大部分的牙刷刷毛根部其实都是非常锋利的 像这种尖锐易碎的材质很容易划伤牙龈 从而导致细菌的侵入来从而引起牙周的一些牙龈疾病 虽然我们爱多美的牙刷毛根很细 但是刷毛底部呢是呈圆形的形状 因为爱多美的牙刷底部不是简单的做了切断的处理 而是我们爱多美的刷毛形态设计 可以有效的减少牙龈的磨损 所以只要将刷毛在手背上轻轻擦一下 就可以辨别出哪一款是磨损牙龈的刷毛 哪一款不会对我们的牙龈造成伤害的刷毛 它呢具有超纤细的刷毛 有多细呢 0.18毫米的刷毛 但是仅有0.08毫米以下的微细毛间 超纤细的毛刷才能够清除的更干净 保持口气更清新 再来看一下它的握柄 非常的舒适 适合我们的人体工学 而且这个握柄的设计呢也是非常的人性化 而且有很多种颜色方便全家去使用 同时也提醒大家 牙刷呢是要天天使用的产品 一定要清洁好后放在通风处 并且为了口腔的健康 建议三个月左右要更换一次牙刷 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这款产品比上市计划跑得更快 刚刚得到的一手消息 马上就分享给大家 8月的下旬 估计在8月25号左右 大家就可以在商城里买到这款一秒牙刷了 是不是太棒了呢 再让我们来看看第二个产品 从开业以来 大家就在问什么时候有洗发水呀 天这么热 天天要用马上安排 专为清洁头皮的舒爽洗护发系列 9月也要上市了 大家都知道 头发的根部在头皮 头皮的清洁和保养也是非常重要的 土壤健康才能孕育出好的妆甲 头发也是一样的 头皮是孕育和滋养头发的土壤 头皮不健康将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头发健康 头皮表皮角质化及更新速度比较快 约是身体其他部位的两倍 那皮屑 头皮屑就是角质细胞脱落 如果头皮过多 拍一拍 真的是好尴尬 头皮和脸部又是不一样的 其组织相对较脆弱 那么暴露在自然环境当中 亦受外界的影响 会沉积污垢 大夏天的这么闷热的天气 混合这雾浊的空气 不敢多想 那我们的头皮 也因染发 烫发 吹风加热 频繁的洗头等等 变得非常易毛躁 那爱多美舒爽 洗护发系列 洗发露当中 蕴含了29种草本提取物 其有效的成分 能够清除毛孔中的老旧角质和代谢物 护发素中的恶力油和维生素等植物成分 能够帮助我们闭合毛铃片 给绣发带来修护 形成保湿膜 是不是炎热的夏天 就差它们上市了呢 9月还有一款特别上市的产品 不得不说 就是我们特意 每中秋佳节准备的 特惠限量销售的产品 来自日本爱多美美农刀具 限量上市了 来自日本刀具世家 贝印和爱多美的联合 具有110年传统的 日本世界级的刀刃企业 贝印 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 具有匠人精神的刀具 都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我们这次使用的就是 高碳红锈钢 并且添加木和帆 让刀具更加的耐用 手柄拥有舒适的握感 而且这是爱多美与贝印 联合设计的杰作 一把蔬菜刀可以去料理蔬菜 一把小厨刀可以料理肉和鱼类 还有一把多用的剪刀 给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 是不是期待中秋来临之前 拥有这套爱多美美农刀具呢 在家可以大展身手 这套产品预计会在 9月中下旬上市 限量发售 售完即止 以后每个月的新品信息 都会在前一个月的线上研讨会 产品厂通过新品早知道 向大家提前公布产品信息 请大家锁定线上研讨会 新品早知道 未来会上市什么呢 11月会上市什么呢 我知道你们又要问过来了 来 那接下来我们要往下看 当然这是预计的时间 可能真正上市的时间呢 也会有虚微的调整 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11月我们又会迎来 一大波的彩妆产品 隔离霜 气垫粉底 还有变色润唇膏 关爱宝贝的柔护贝贝系列 以及呵护双手的乳胶手套 也会赶在天冷之前 给大家呵护双手 那11月呢 就要入秋了 肌肤和头发都要开始滋养了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 草本洗护系列的套装 还有养发的护理系列 肌肤的保养也要更加的温和和保湿 所以温和卸妆水 还有玫瑰喷雾 都给大家安排上了 还有我们的口腔护理便卸妆 12月迎来了年末 爱多美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 更多的便利和美好 我们计划上是洗手液 身体洗液 以及每日面膜洗涤系列 湿纸巾 抽纸 卷筒纸等 卫生用品 照顾到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 对我来自行的 去下距离 这个方法